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塵 今天會和大家簡單去評測一下 文石伸出的兩部 10.3吋的閱讀器 左邊的是Note Air 右邊就是Note3 其實是在9月21日當發佈了Note Air這個型號的時候 其實是引來很多 網友的關注 因為它有亮麗的外表 又有新的硬件 大家都很期待 都想著當它真的推出線片的時候 就可以成為了Note2的升級版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來Note Air 某程度上其實不是Note2的 繼承的那條線 反而是 有一些的 升級,亦都有一些的降級 亦都有一些的創新 當中 略讓到是有一些的用家就會奇怪 亦都會疑惑 究竟 我是繼續用Note2 還是升級Note Air 特別是在大約大半個月之後 跟著文石再次發佈是Note2的升級型號Note3的時候 惹來更加多 對10.3吋閱讀器有興趣的用家來說 他就會更加疑惑 究竟我應該怎樣選擇呢 今天這條片 會主要講一講Note Air這部機 和Note3這一個型號 兩者的分別 以及究竟 如果你是想 買10.3吋 的閱讀器的時候 究竟應該是選擇哪一部的型號呢 還是 用回舊型號Note2呢 希望這條片可以 幫到你們 去 可以找到 你所想用的那個閱讀器 先講講外表 右邊的Note3 我就用我現在的手上 我是Note2的用家來的 這個是我現在手上再用的Note2 其實Note2和Note3 的尺寸 和模具的設定是一模一樣的 我將兩部搭在一起 尺寸是一模一樣 跟著 大家見到 那個 Power鍵 同樣都在 上邊的右方 左邊 和右邊都是沒有按鈕的 跟著下方 你見到 同樣有 Saramite 和有Type-C的插頭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要分別Note3和Note2 主要就是下方這個設計 你見到Note3這裡 會有一個 暗灰色的 設計 而Note2上一代的型號 整個版面都是黑色的 這個情況是和Note2和Note3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裡你會見到 Note3是Note2的升級的繼承版 所以為何Note3的面世的時候會引來那麼多人的關注 因為整個 模具是不同了 大家見到 Note3的設計 首先 在左方 有一個是給你用來手握住 方便你手持住的時候 一個位置 防止誤足 亦都可以方便你 可以握住它的時候 閱讀 或者是書寫筆記的時候 有一個 舒適的設定 另外 那個power鍵 轉了來左邊 Type-C頭也是 另外 手用mic 外置喇叭位 都全部去左側 相反 上方 右方 和下方 是甚麼都沒有的 所以它全部的 部件 那些按鍵和喇叭 插頭全部向左邊 另外 有一個很多人都喜歡的設計 就是 它是潮了很多的 這個是 藍色 配這個橙色的撞色 其實是十分搶眼 所以Note3的定位 你看回文石官方的宣傳片 其實是針對 年輕人 或者是 輕便容 而不是主打 生產力 所以在那個宣傳片當中 他們都是會拿出街外 掃描 然後 去閱讀 所以 它遇人深刻的印象就是 顏色的狀色 另外就是 你那個 左方 這個符合人工力學給你 左手 是手持著的這個設計 亦都很多人會知道 其實這個設計不是文石 是獨家 去首創的 很多人都會說 Note Air好似 另外一個品牌的閱讀器 那個就是 Remarkable 因為 Remarkable 它的設計 都是 每一邊 是 給你方便手持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 將 Note Air 和新出的Remarkable 2 有一個比較 就著它們的外觀 和那個模具 大約有個概念 初時很多人會覺得 Note Air 叫得Air 立即想iPad Air 應該是輕便很多 因為iPad Air 當年首先推出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 它比起iPad 是真的輕便了 拿上手是輕了 真的很舒服 但是有趣 也是尷尬的地方就是 Note Air 雖然它叫做Air這條線 但其實它是比 Note 2和Note 3 來得重的 這個 去到 待會我會再詳講多一點 好了,就著 它們外觀的部分先到這裡 跟著我們就會講講 在 Note Air Note 3和Note 2 三者在硬件上 究竟其實有些甚麼差別 因為其實我們 都會知道硬件是會跟它們的效能和使用的過程裏面 都會有很大體驗上的影響 好了,請看看下圖 你們眼前會有一個比較表 這個比較圖是文社官方認識出來的 我在當中做了一些否則 有星星的項目就是 那個型號是 優勝的地方 直觀一看,你會看到 中間Note 3 是獲得最多的星星的 在這堆項目當中 獲得是9顆星 而Note Air 和Note 2分別是獲得5顆星4顆星 這個很直觀你會看到 從效能上 去說 Note 3是最優勢的 我們逐個細項去看看 首先就著燈光的部分 是飽和的 你看到 在厚度方面 這裏特別要說說 Note Air這次的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很薄的機身 5.8mm 拿上手會感覺到它真的薄一點 而Note 2和Note 3由於模具是一樣的 手感也是一樣的 特別一提 由於Note Air的材質 感覺給我是一個玻璃面 所以我拿著那部Note Air的時候 我會不自覺覺得要用力一點 而Note 2和Note 3 它們用的材質 是有少許是摩擦來的 是 握上手的時候 感覺是沒有那麼滑 所以這裏雖然薄了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手感並沒有因此 是優勝很多 這是我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 我想如果是比較 值得關注的差異點 是它們的螢幕 Note 2和Note 3 它們用的那個螢幕 其實都是 這裏所見的 Mobius Pressable Screen 這就是所謂的油性屏 這是原體波機裏 它的 一個 技術 就是 它裏面是用一些膠去造成 有一個是彈性 有一個是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 會 難的 或者會破損的 的一個螢幕 簡單來講就是 穩陣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一部電子墨水 的閱讀器最貴就是那個屏幕 所以Note 2和Note 3都無愧去那個旗艦的 那個名號在它推出的時候 就是它們都用這個 最穩陣的現階段叫做 那個油性屏 再加一個是防反光的面板 但是反而Note Air這裏 它就有一個降級 你見到它是用一個 就這樣叫做 Tata High Definition Screen 一個高清屏 但是沒有Mobile Flexible 這個字眼 代表它不是用這個油性屏 所以外國的網友他們推斷 可能用回 之前 早一代的玻璃面板 如果它的底機是用玻璃面板的話 它就會比較易碎 這也是上一代或者早一兩代的時候 Eink 閱讀器的一個最大的毛病 就是很容易碎屏 不小心你坐一坐 紮紮 接著屏屏碎了 這部機就報廢了 所以也有很多 網友會關注這部Note Air 它不是用油性屏 會不會很容易碎 會不會很容易壓爛 我真的不能在這一點幫大家做評測 不過 確實這是一個 網友合理的估算 在這個CPU處理器方面 Note Air和Note3都在用最新 說的是閱讀器當中 最頂級的規格 是高通Snapdragon 636 Note2就是625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評測片 你也會知道 625和636的效能大約有30-40%的差別 簡單來說Note Air和Note3 在CPU方面的效能 其實是 應該類近日不會相差太遠 好了 比較明顯會有差別 就是在RAM和ROM方面 你會看到 Note Air在這裏有一個很明顯的降級 但是 由上一代 Note2有4GB RAM 它就降至3GB RAM 雖然那個RAM是升了一個小二代 由LPDDR3升級到LPDDR4X 理論上應該是速度快一點 效能好一點 和翻電一點 或是少了1GB 而那個容量 直接是折半了 由上一代的64GB ROM EMMC 就降級到32GB ROM 也是同樣用EMMC的製式 所以這方面 亦有很多想買Note Air的人 會考慮 如果你是會用大量的PDF 和入很多漫畫 你亦預計 用這部作為一個 Android的Tablet 你會下載比較多的App 去使用的話 32GB其實可能未必夠用 64GB也不見得多 何況是32GB 所以這個位置可能是你需要考量的位置 而Note 3 很明顯就是 在三部機當中是最旗艦的 除了4GB RAM用最新世代 同樣是LPDDR4X的標準之外 64GB ROM 升級了 由EMMC 升級到UFS 2.1 兩支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在傳輸功能 即是當我們 去 執行不同的任務的時候 拿一部機 是的 那麼EMMC 它的標準 只能夠是 你一是讀取 一是傳輸 只能夠是二減一 每秒大約是250mg左右的 那個上限 那叫做偏慢 UFS 2.1制式 它是能夠同時間 傳輸 資料 和讀取資料 不需要個別做 而且它每秒最高是 傳輸800mg的 data 所以 在那個速度上 比EMMC高級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 去買現在這個世代的手機 有些會標榜 它們的容量是用UFS 的制式 2.1不是最新的 甚至有3.0 所以這裏 如果是 多任務 同時間運行的話 UFS的 這個ROM 是會比EMMC的制式 快不少 會有個比較明顯的差別 所以如果你是預計 你是想是生產力為主 用這一部 E-ink的閱讀器 你會是想在工作上幫到你 你也是追求效能和速度的話 這裏會有一個 在三者當中 會是最優秀的表現 另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降級 就著Note Air 就是那個電量 Note 2和Note 3都是4300毫安的 但Note Air 是一個很大的扣減 由4300毫安 減到3000毫安 所以這裏 雖然用了新的CPU 用了新制式的RAM 但是 在這裏 我想續航力確實會 有所犧牲 這跟它做薄了也有關係 在藍牙和WiFi傳輸方面 Note Air和Note 3都是一樣的 升級了 用藍牙5.0 另外是雙WiFi的 2.4G和5G 另外 執行的系統 Note Air和Note 3都是Android 10.0 Note 2只有9.0 很多網友都會 去詢問問未來會升級的 暫時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所以這裏會有個差別 使用了 Android 10.0的好處 在我之前的幾段 評測 評測Note 3 或者Match Lumi 也展示過 例如 同時 可以執行兩個程式 分成左和右 可以同時執行兩個App 這是10.0之後 9.0是沒有的 這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同樣是用Type C 同樣支持OTG 直插 這裏是打和的 就著這個方面 然後就著聲音的方面 這裏 你看到Note Air和Note 3 比Note 2有一個升級 除了Digital Audio 的制積之外 同樣支持Analog的制積 簡單來說 你直接 對話 收音咪能夠直接收音 不需要再有一個 轉換成Digital的音源 不過坦白說這方面 我們其實都不太了解 亦都 應該用下去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這裏 大家知道有這個升級 就足夠了 另外一個降低 Note Air是沒有指紋 的認證 Note 2和Note 3有Home button 用Home button可以設定指紋 去開機 或者做解鎖 或者上鎖的功能 Note Air就沒有了 因為Note Air本身整個面板 是沒有任何的實體件 最後去到重量 這也是最吊詭 最多人救病的地方 Note Air 用得Air這個字眼 反而是 三部機當中是最重的 Note 2和Note 3 是一個 叫做 平衡的設計 沒有左重心 或右重心 是有偏離的 是平衡的設計 他們 兩部機都是用同樣的模具 所以378g 拿上手 不算很重 我覺得是合適的 我一直用下去 都不覺得Note 2特別重 反而Note Air 可能因為 它真的用了玻璃面 另外 是 音速的機身 所以 摸上手 它是真是敘手一點的 也重了幾十g 去到420克 雖然它有一個 是符合人工力學 左重心的設計 但是 拿上手 我覺得其實用下去 反而是 會比我用Note 2 我的Note 2在左手邊 背後的位置 就貼了一個 把手 那個把手 就可以方便我 可以單手手持着Note 2去用 我覺得反而是 還用下去 輕便一點 所以就著眼前這個表 大家應該會了解到 其實 如果你是追求 最快 最極致的效能 和續航力的話 其實 你不用想了 Note 3 會是 最佳之選 如果你是追求 有一個 比較新潮的外形 和一個比較搶眼的顏色 Note Air 會是一個 可以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不是追求效能 而是追求外觀 當然它本身的效能 亦不弱 只不過是對比Note 3 是有差異 但是價錢亦有差異 在外國 Note Air和Note 2 被文石視作是同價位同級的產品 它們都是 大約479美元 而Note 3 是旗艦 是高一線的 接近549美元 所以當中 會有幾十美元的差距 在香港那裏 價錢就相差1000元 Note 3 在官網看 是4998 Note 2 和Note Air 都是3998 所以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你如果追求效能 你願意寫得多些價錢 你不追求外觀 的話 Note 3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如果你是 既有追求效能 但亦想性格比是高一點 亦都是 Note 2 可能 你亦都可以考慮 所以這個位置 給大家起碼 了解到三者 在那個硬件上的差異 就著硬件比較的部分 就到這裏 有不少網友都對這兩部 機的效能都很有興趣 特別是 當開啟 比較大的 PDF 的時候 究竟他們的 效果會怎樣 是不是真的升級了很多呢 會不會真的Note 3 優勝很多呢 就著開PDF檔那裏 其實之前在Max Numi 那裏我都有做過評測 就算老實說用我舊的那一代Note 2 其實開下去亦都是十分長快 不過都可以跟大家做個測試 現在眼前的這兩部機 我都已經把所有運行中的App都已經關掉了 Note Air會大約有1GB RAM 而Note 3 會有大約2GB RAM 都確實有些差距 好了 打開閱讀器的部分 我走得上 就有兩本的PDF檔 就是 最大的 我三號上中就最大的了 其中一本就是之前都測試過的 支支通鑑 大約有400多MB左右 現在試試開啟同一個檔案 兩部型號的 分別大不大 我同時按 你會見到Note 3 是快 不知道零點多少秒 其實都是差過一下 但Note 3 真是會快一點 然後 運了下去其實應該都基本上 不會有甚麼分別 手頁 就是這樣去 試一下,例如很簡單跳頁 我隨手按 其實 表現其實都是 很類似,都很正常的,因為其實 他們兩個用的 CPU是一樣,都是636 雖然RAM有分別 但是你單單只是開啟閱讀的檔案,其實不會分別很大 400多MB的PDF檔 其實等過一秒鬆一點 Note 3是快一點點,但Note Air也只是慢一點 我再試一個 另一本就是次元,這個就是接近500MB左右的PDF檔 看看兩部機開啟的時候,分別大不大 好,每天同時按 都是Note 3快一點點,但其實差距也不會很大 試試很隨意跳頁 你看到Note 3是會 快一點的,但其實真的不會差得很遠 所以給大家有個概念 其實都可以很爽快的兩部機 在開啟 大容量的PDF檔方面 是絕對不需要擔心的 這一代的Note Air,它有一個獨家的新功能 其他的型號是沒有的 二階段是只有這部Note Air有的 就是它是內置了一個G-Sensor 它可以感應到你手持那部機的方位 它會自己轉換 這個功能其實是挺實用的 因為如果你有用過文石的閱讀器 你就會知道其實文石的閱讀器 你要轉方位 要手動教哪一個方向 其實有一點是笨拙的 我自己的感覺 這個功能 我覺得它也挺靈敏 以PDF檔的一個測試功能 我轉 轉 你看到也挺爽快的 這個方便你 如果你左手 去 拿著部機 就可以 這樣看沒問題 如果你想轉手 累了 轉右手 其實你看到也很爽快的 不過由於電子墨水的特性 它會有閃爍 在這個位置 可能有些 不會 不是那麼習慣 如果是一些EPUB或者MOBI的檔案 那就更加好 因為你看到PDF檔它轉了方位之後 其實它是 轉90度 它會有一個縮小的 很明顯一定 但是如果你是EPUB或者MOBI這些 流動的電子檔的格式的話 那就十分方便 會直接將整個版面湧盡 對 所以這個功能我自己覺得 有它的作用 不過有些時候我就會 會覺得它 驗它太過靈敏 因為我試過當我在街外看書 左手拿著部機的時候 可能是 動一動的左手 這樣斜一斜 然後它就會detect到 即是折一折這裡 它就會折了它 這樣發現 轉了 轉過來又要白白 但是在某程度上 它是一個實用的功能 如果你 不喜歡的話 你都可以關掉它 這裡可以關閉 或者開啟 或者去回舊那裏 有一個手動轉方位 也都沒問題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 選擇給用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新功能 也都希望 希望接下來 其他 文藉的型號 都會 可以 有這個G-sensor 去使用 這一代新的 第3代的那些 全部都沒有 只有Note Air有 Note Air 除重有一個 新的 更新 就是它的筆 終於都替換了 文石 由 幾代之前 它用到現在的Note 3 它是根基的這支筆 其實都被人救病了很多年 太廉價 手感很麻煩 因為它本身 是很幼的 所以你 拿去長期書寫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感覺到疲累 另外那個筆芯 模擬的速度 其實都比相中快 不過這個是 原裝筆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這裡是有一個 拆膠功能 有一個eraser的功能 是十分實用的 它是 比較可以置入人書寫的習慣 你書寫 現在 然後 調轉一支筆就拆了 好像以前最傳統的那些中華牌的 原筆 那 Note Air 它是有一支新筆的 這支新筆 你看到它是 比原裝的那支 粗了一節 另外就是 筆身這裡 是有些坑紋 方便你抓緊的時候 你會覺得舒適 另外它還有一邊 這個位置是平面的 就是一個磁力 方便你可以這樣吸入機上 這個是 讓人感到驚喜的 設計 由於有這個平面 再加上這些坑紋 所以寫下去 你抓緊來書寫的手感 是好很多的 另外 它的筆尖也是有不同 是再幼一點 比起原裝那支 所以因著它幼了、尖了 你拿著這支新的筆去書寫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 在更加低的角度 它都能夠感應到的 我想是比較貼近 你用原筆來掃描的效果 關於它們的 感應到的角度 我就拍了照的 大家可以看看螢幕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那個的差別 不過特別要看到有一個經驗之談就是 這個設計很棒 瓷石貼在右機身這個位置 你調轉過也行 只要改面也可以 但是只有右邊這個位置可以 上是沒有的 下也沒有的 左邊更加沒有 因為有那個插頭的 是的 它的瓷力 並不十分強 我原本是很理想,打算機到後,我平時 我下班或上班的過程,等車的過程,我會拿著閱讀器看書 我實測過用過Note Air在上班、下班的時間看書 我初時想著很理想,筆可以貼在這裏 有些什麼閱讀的時候要有些雜記 我即時拿下來寫寫,寫完貼下去,很瀟灑 但我試過,由於它的磁力其實不太強,比較容易跌 我不是很用力的,我用手指輕輕托一托,它就跌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不夠膽在街上,就這樣貼在右邊 我就一直拿著用 什麼情況下這個磁石的設計,磁力的設計用得著呢? 就可能你是在坐定定,放下一部閱讀器 你在這裡摘機的時候,寫完你可能會有其他東西要做 那支筆就放在哪裏呢?不用想了 貼在機上,這樣就最理想 這樣就很足夠了 也都確保它不會滾來滾去,跌到地上 因為會跌壞的嘛,有機會 但如果你說拿出去,這樣貼在那裏,就不太安全 所以文石的原裝套,它都加了一個筆插位 雖然它可以給你磁力,這樣設計,這樣貼著 所以這裡是大家要留意的 寫感方面,由於我借回來的這兩部機 它已經貼了一個screen的protector 有一個保護貼 書寫的時候,它都會有一個磨擦感 所以我不能夠實測是因為貼了這個保護貼 而新的那個磨擦感 還是本身是新的筆尖 我用過舊的那支和新的那支 寫感方面都會有磨擦 有一點磨擦的劫感,有一點沙沙聲 寫下去都幾次用真實的筆 所以我覺得寫感上,兩支我都滿意的 不會差,只不過在鎖的手感和磁力 可以貼在這部機的設計上,兩支有分別 不過,文石今代Note Air 其實它真的有一個很奇怪的定位 就是它有創新的位置,有用新硬件的位置 但也有鋼級的位置 而這支筆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它是一個新設計,可以貼著下去 但竟然是將我很喜歡的這個 調轉筆頭就可以拆 那個Eraser的功能 它是沒有了的 其實只是多一顆按鈕 其實在那個成本上我相信不會差很遠 但是為了拉開那個距離 就是Note 3用舊筆有這個功能 Note Air用新筆就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為何會這樣架的定位設計 在這段評測片的尾聲,讓我有個總結 文石公司,我自己覺得它是參照了蘋果公司 在iPad的定位方面做了一個參考 Note Air就是真的好像iPad Air那條線 而Note 3就好像是iPad Pro那條線 如果你是追求最頂尖的效能 亦都有最高的預算的話 Note 3這個是無用之異的 但若果你不是要追求最極致的效能 你是想有一個用一些新的東西 有新的設計,有新的筆 而效能上亦都其實不會輸折太多 而在那個價錢上亦都可以便宜些 計算性價比其實都相當不錯的話 你可以選擇Note Air 是可以完美地詮釋了 甚麼叫如雨紅掌不能兼得 因為其實兩邊都是有吸引的地方 我會喜歡Note Air那個有磁力筆的設計 但我不喜歡它的容量少了一半 由64GB ROM變成32GB ROM 但它的這個狀式和有這個人工力學的重心設計 所以亦都有吸引力 但如果你是講求生產力上有追求的話 Note 3又無用之異吸引一些 但價錢就貴一千 所以這裡是你很要明白自己的需要 是才可以落到決定 希望可以買多一部你喜歡的機 我推不推薦買和Note Air同價的Note 2 很坦白說,如果你本身是沒有10.3寸的閱讀器的話 我是絕對不建議你買Note 2 因為很坦白說,只是單單CPU的升級 由625升級到636 在效能上,整個運作上真的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另外Android 10在系統運作的順滑度方面 亦都有一個差別 先不說裡面的功能 所以如果是同價的話 哪怕容量減了半 我也覺得Note Air會比Note 2耐得實用和有吸引力 除非你覺得32GB真的十分不夠用 但如果你預算充足的話 那不要煩了 Note 3我覺得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所以,究竟買哪部好呢?三部機 Note Air、Note 3 還是舊型號的Note 2 這個位置,我想大家可以了解自己的需要 再選購 跟其他新的型號一樣 香港文石那邊都給了我一個讀者價 一個朋友價 如果你有興趣Note Air或者Note 3的話 你可以去我的念書專頁寧心社去聯絡我 所有的新型號,全線都經我去購買的話 可以有$200的折扣 以及會送完裝套 當然也是刊貨有一年的保養 由香港文石負責回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去購買這兩部機 你可以去聯絡我 我們可以再溝通 如果你是就著這兩部機 還有想了解的地方的話 也歡迎可以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是去聯絲專頁再聯絡我 我們可以再談 就著今天的評測片大約就到這裏 希望能夠讓觀眾可以了解這兩部新型號 有一個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系列的閱讀器評測片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 另外你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之後有新影片 你可以即時知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繼續支持 感謝各位今天的觀看 今天就到這裏了,拜拜